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事件的众议院委员会 获得的白宫记录显示 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里 没有任何有关时任总统川普的电话记录 但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和参议院图伯维尔都表示 自己在国会山事件跟川普有过电话上的交谈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电话记录是否遭到修改 或是使川普使用了其他人的手机 与这些共和党的议员们进行交流 川普目前还没有对该事件做出回应 本月早些时候国家档案馆表示 他们保存了一些被川普撕毁的文件 对此1月6日调查委员会 已经要求司法部开始审查 川普对这些文件的处理方式 是否违反了联邦法律 参议员约翰甘奈迪在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 拜登政府计划的新冠救济法案中 将花费3000万美元向非裔与其他少数族裔的社区 提供吸食强效海洛因 冰毒等毒品的免费安全装备 鼓励那些毒瘾者用烟斗来代替注射器 防止艾滋病以型肝炎等通过血液传播的疾病 参议员甘奈迪狠批这种做法是本末导致 就像是把尿布塞进马桶里 他认为政府应该把这3000万美元用于管理边境的毒品走私 或帮助这些患者借出毒瘾 随着洛杉矶县住院的冠状病毒阳性患者人数下降至2500人以下 该地区有望在下周放松一些户外的口罩规定 根据今天公布的数据 洛杉矶县的阳性住院患者人数为2464人 比上周三的3398人下降了38% 如果住院人数能够连续7天的继续表示 县卫生官员将取消户外大型活动的面部遮盖要求 包括剧院、体育场以及K12学校和托儿所的户外空间 此外加州住赵纽森也宣布 加州政府已经接近公布关于新的公立学校口罩令 如果一切顺利 新的规定将在几天内公布 洛杉矶县的公共卫生主任费雷尔也强调 今年冬天的确诊数激增对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不过目前大多数的医院和医疗机构已经恢复到 能提供给居民全方位的服务 这也是新冠危机减少的重要指标 拜登政府昨天发布了一项新的计划 希望可以在五年内向各州拨款50亿美元 为电动汽车提供更多的公共充电装置 并承诺到2030年 全国每年的汽车销量中将有一半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新指南将帮助各州在国家公路系统的指定燃料走廊 沿线建立一个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 除此之外政府还承诺到2035年将联邦车队中的60万辆汽车和卡车 更换为电力驱动 生产电动汽车充电器的澳大利亚公司TREDIUM 将在田纳西州建立一个制造工厂 每年可以生产大约3万个充电器 并为当地创造500个就业机会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 晚期新闻 MU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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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